台11线成功路段29号下午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一辆乡行车致状路数 造成车上的男性驾驶受伤 而女性乘客则是因为伤重不致死亡 而至于意外发生原因是否与疲劳驾驶有关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有警方在调查当中 这一起车祸意外是发生在29号下午2点多左右 这辆乡行车行经台11线成功路段时 突然撞上了路旁的路数车头全毁 而当时车上的一男一女两人分别受困车内 台东县消防局在聚报之后 立即派出成功以及东河等分队的救援人员赶到现场 利用破坏工具破坏车体 将受困在车内的男性驾驶和女性乘客顺利救出送医 虽然男性驾驶意识清醒但伤势不轻 因此紧急送往基督教医院救治 而坐在副驾驶座的女性 由于受创严重当场伤重不治 而至于车祸意外的发生原因 是否和批劳驾驶或者有其他因素 目前警方也深入调查 记者韩启伦 陈公正报道